原标题,俄外长,当北约的1999年轰炸蓝斯拉夫时,美国等国家就已在践踏国际法图说,俄外长拉夫罗夫环球网报的记者任杰,俄罗斯NTV,电视台今日制作了一部任务, 有关美国空军的纪录片《大西洋上空》的盘旋,并为此采访俄外长拉夫罗夫。 拉夫罗夫2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当北约1999年决定轰炸蓝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时,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就已应在践踏国际法。 据今日俄罗斯网3月22日报道,当北纪录片主持人温吉于1999年北约轰炸蓝斯拉夫联盟事件时,拉夫罗夫表示,在1999年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, 安理会成员国中的西方国家,例如法国、英国和美国,狂热地主张对南斯拉夫动武、加拿大、荷兰支持他们的立场,但该倡议遭到俄罗斯、中国、以及巴西的吉利反对。 你们知道这一切的结局,某一方已经无法制止美国。 美国更早以前就做出决定,并试图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。 意识到这不会有结果后,转而单方侵略改主权国家,南斯拉夫,违反了联合国宪章、欧安组织基本原则,实际上也打破了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。 拉夫罗夫说道,拉夫罗夫表示,美国偷换概念的过程,当时就已经启动,美国的方针是推倒国际法,带着以他们自己的某种规则,试图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秩序。 当前,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使用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一术语,压制其他国家要求遵守国际法的呼声。 差异很明显,国际法是所有国家谈判达成共识的成果,而规则是西方国家自己制定的,却要求其他所有国家来遵守。 这都是从当时,也就是二十年前开始的。 据报道,1998年,在拉夫罗夫联盟共和国南部的科索沃地区,阿尔巴尼亚族人,同塞尔维亚警察之间的暴力流畜冲突事件不断升级。 阿尔巴尼亚族是科索沃地区的主要民族,长期以来寻求让科索沃从南联盟独立。 这场冲突本是南联盟国内的民族矛盾,但却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,描绘成为一场人权危机,并以此为借口,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,开始了对南联盟的空袭。 战争期间,北约向990个目标,发射2300枚导弹,投掘14000枚,包括平球弹和极数炸弹在内的炸弹,超过2000名平民放生,其中包括28名儿童,数千人受伤,超过20万塞尔维亚人,被迫撤离割索沃。 优优独立。 优独立。 优独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